今天幫陳瑜設計了兩種紅唇 然後這個紅唇的顏色都是今年秋冬很流行的可樂紅 那一種呢我們就設計得讓它比較水透感一點 因為其實紅色讓女生其實會看起來比較性感啊 甚至會比較elegant一點 那什麼是比較銳利的唇邊呢 就是我們畫完唇膏的時候 它有一個很明顯的那個線條 那這時候就會讓你看起來顯老啊 然後或者是看起來太幹臉 那這時候呢你就可以想像 你把這個線條用磨砂紙把它磨開 或者是用刷子把它暈開這樣的感覺 那它就會有一點點漸層 那這時候你的妝感就會看起來年輕很多 然後也比較潮流比較時尚一點點 因為線條的東西其實不管是眼睛啊 嘴巴啊甚至修容啊 這些東西如果呢你上的太多的話 就會看起來顯老 那教大家一個訣竅 就是你如果覺得你不想要看起來老態 或者是你想要讓自己看起來年輕一點 你就讓線條感的東西少一點 這樣就可以讓你的整個妝感提升到 比較年輕的一個感覺